很感谢神 这一次真的是神的恩典 让我有机会来到伊斯坦堡 然后又从这里坐飞机去了灾区 在这个行程当中 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她们的投入 所以也是很值得我们基督徒 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效仿的 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的投入 在这个救灾当中 摆上他们自己的时间 金钱还有放下家庭 都来这里服侍 那在这里我特别感动是 神非常的爱世人 也爱这个土耳其人 在早早的时候 神已经预备有一批年轻的 有心智宣教的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学好图语 所以当他们在寻找合场的时候 他们被神所感动 就提早的来进入这个灾区 在里头生活了 直到地震发生之后 他们知道原来是神 才想他们在这里做一个预备 以至于地震发生第二天 他们可以马上投入 对市区的服侍 藉着他们在这个灾区当中 他们可以连接到其他地区 各个团队 这样的马上投入 在市区服侍这些灾民 所以所到之处 灾民对我这些亚洲两孔的人 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热情 不要老是用金钱物资 好 钱很多很多物资 但是却没有亲眼目睹 我这次亲眼目睹 我感谢教会支持我 我们经常用募款 但是如果我们募款的话 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孩子 或者是年轻人一起去侍奉 这是最理想的 他们的需要 我们是要长期的去帮助他们 另外一个 从福音方面来讲 因为也不是说 现在我们马上去 就是马上去讲福音 而是跟他们是建立一个 友好的关系 那我们所接触的土耳其的家庭 他们都就是住在帐篷 他都要求我们去他们家一起吃晚饭 非常友好 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没空了 那明天晚上了 这样就跟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网宣队进去 我们可以有条件 有资源 在那里有人可以接待 可以安排 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 教会能够支持他们 支持他们去 对他们的生命建造 对他们今后怎么来服事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教会支持年轻人走出去 我看了几次 我流眼泪不是因为只是灾气 是因为我看到同工那种核心 太感动我那种核心 我觉得教会如果能够这样核心的话 神的日子静了 在路加福音也有说 他说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在天上这样彰显 这就是现在的大神迹彰显 我们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 神突然间用了我们 是不是我们走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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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